你见过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是什么呢 2011年9月 河南洛阳警方破获一起离奇案件 一名男子将六个女人作为性奴囚禁在地窖里 以便自己随时可以发泄授予 在此期间 两名女子被他残忍杀害 今天咱们说的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监禁风暴》 假猪是一名单亲妈妈 每天不仅要照顾自己痴呆的父亲 还要为女儿提高生活水平 生活的压力迫使她出卖自己的色相赚取收入 刚吃完午饭就去楼下接客 这个男人看上去很有礼貌 虽然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来有女性下落不明 可能遭遇绑架 但女人的第六感让她认为眼前的男人很可靠 哪知一到住处 对方就拿出绳子想要玩点刺激的 假猪顿时感觉不对 就借口要先洗澡 一记浴室就赶紧拿出手机 想给经纪人打电话寻求帮助 万万没想到危险已经降临了 刚打开门就是当头一棒 她直接昏了过去 等她醒来发现自己被绑住了手脚动弹不得 看着救人电话就在眼前 却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 随后男人就和她来了一场亲密互动 等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和另外三个女孩被关在铁笼子里 其中的一个女孩正是前几天的失踪人员 假猪向他们求救 但他们选择漠视 看得出来他们早已麻木了 直到晚上趁男人不在 因为良心未敏的小姐妹才敢给她送点水喝 尽管假猪一直在询问这是什么地方 但对方始终保持沉默 这时的小姐妹听到开门声就赶紧离开 让假猪感到惊讶的是 这些女人竟然没想着逃跑 反而和强奸犯一起生活 随后男人把假猪带到楼上 警告他老是接客 否则就灭了他全家 这时的假猪才反应过来自己是真的被绑架了 现在的他才感觉到真正的恐惧 难怪这里的女人对男人为命是从 他们长期都生活在男人的威胁下 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早就变得麻木不仁了 不过假猪却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 之后男人带着他出门接客 还给他佩戴了监听器 一再警告不准逃跑 否则就等着替家人收拾 这一次假猪不敢轻举妄动 老老实实的接客 男人看待他还算听话的样子 就允许假猪去看望自己病重的父亲 看着父亲在思念迟迟未归的女儿 假猪只能默默地哭泣 而父亲根本就察觉不到 女儿就在自己的身边 下楼后他向路人求救 但被男人以夫妻吵架为借口 消除了路人的疑惑 可假猪的求救行为彻底惹怒了男人 转身将他带到一个隐秘的地角 这时的假猪害怕了 他向男人求饶并发誓再也不敢了 对方这才停手 为了彻底断了假猪逃跑的念头 男人用他的女儿威胁 在各种威胁和恐吓之下 假猪学会了虚与尾仪 开始和其他姐妹一样讨好男人 也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就这样 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九个月 在这里的每一天 他都默默地提醒自己要逃跑 为了父亲和女儿也一定要跑出去 这天在接客时 他在桌子的笔记本上留下求救信号 希望对方能够救救他 但客人根本不信 以为他是想要加钱 楼下时刻监听的男人 察觉异常急忙上楼查看情况 在危机关头 假猪将求救纸条吞进肚中 才躲过一劫 晚上 男人看他挣钱的份上 就让他留在楼上休息 没想到这一举动 竟然引起了地窖中其他姐妹的嫉妒 很显然长期的囚禁 他们不仅失去了逃跑的意志 连人性都在一步步变得邪恶了 但这样的女人 往往下场都很惨 男人把他装进麻袋里 拉出地窖换上工作服 拿起木棍一下又一下 棍棒挥动的声音中 掺杂着女人的惨叫声 直到叫声慢慢停息 他才停止了动作 在这里劝告各位姐妹 谈恋爱一定要擦亮眼睛 驾驭良人 而这边的按摩店中 假猪求助的那个客户 与按摩女聊起了当晚的情况 旁边在按摩的 正好就是假猪的经纪人 他看到了名片上假猪的电话号码 立即带了一帮人去 拯救自己的朋友 可男人还是很狡猾的 虽然他看起来彬彬有礼 但却有一颗很辣的心 在一阵争斗后 他们都死于男人的刀下 奇怪的是 这件事情后 他并没有处置假猪 也许是假猪对他来说 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赚钱工具 还想继续带着他 做肮脏的交易吧 但假猪明白 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否则他也会死在男人的刀下 这一刻 求生的欲望达到了顶峰 他果断扔掉窃听器 跑到街上求救 这边男人察觉到异常时 早已找不到假猪的身影了 而他在台球服务员的帮助下 终于成功报警 原以为自己得救了 但事情永远不会那么容易结束 当他回家时 发现父亲已经倒在血泊中 显然男人已经预怕了 假猪逃跑后会去的地方 画面一转 男人重新穿上工作服拿起棍子 这次的假猪没能逃脱 死在了男人的棍下 他用自己的生命 换来了男人的牢狱之行 也换取了其他女孩的自由 虽然影片没有揭露男人罪恶的根源 但却能看到人性的丑陋和悲剧 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授欲啥都敢做 哪怕是触犯法律的底线 但作为受害者的女孩 也成了这起案件的共犯 根据真实案例报道 其中的一名受害者 帮助男人杀害了两名女子 人性中应该没有什么 比这更悲惨的了 幸运的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男子的多项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而帮凶也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